嗨,我是包可猛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2023年下半年的主力卡组 赶快来看看吧 你可以看到画面 这边就是我特别用笔记本的功能 来把我自己的卡组整个都整理起来了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看 也就是所谓的里程卡的部分 里程卡的部分我推荐有三张卡片很好用 第一张是HSBC旅人卡 第二张是国泰世华Cube卡 第三是Amex的Platium卡 就是打白的部分 先来看看HSBC的旅人卡 它虽然说年费要8000块钱有点贵 但是它的特色就是国内18元一里跟海外10元一里 这个是还蛮不错的 对于喜欢累积里程废出国的人 这其实是蛮好的 第二张我自己很推荐的是国泰世华的Cube卡 这个Cube卡前一阵子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我觉得它的权益整个就是改二 所以这其实感觉起来不是很好 对于里程一组来讲的话 它也是有优点的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它的年费是零元 不用缴交年费的部分 它有五大通路都有回馈 比如说第一个 在集精选的部分 有大家最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有高铁 然后还有什么伯克来 第二个的话呢 去旅行 有哪些通路呢 比如说机票 饭店住宿 旅行社 第三个的话呢 乐享购 还有什么百货 还有美食 等等 那第四个的话呢 玩数位 比如说PC Home Momo 虾皮 都是很好的 那第五个的话就是庆生月 生日当月寿星呢 吃饭有10%回馈 那甚至还有KTV等等 还有电影 这就是大家最习惯的这个 五大通路有至少3%以上的回馈 那重点就是 它的点数回馈呢 是无上限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第三张卡片呢 就是美国运通的这个千账白金卡 就是俗称所谓的大白啦 那它的年费36000盘呢 基本上是不能够减免的 所以呢 如果要申办这张卡片呢 还是要去特别注意 那这张卡片的申办标准呢 是年收入大概200万左右 才能够升起 这个是大家要看一下自己的财力啦 它的特色呢 就是新护理呢 可以选择5万积分 这5万积分呢 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去长荣 或者是华航的里程里面去 长荣的话呢 就可以换亚洲区的商务舱来回机票 华航的话呢 你得再补1万积分 6万里 可以兑换亚洲区的商务舱来回机票 那这些积分呢 放在美国运通的账上呢 是终生不会过期的 所以这是我觉得很不错的 那它的国内呢 是30元一积分 海外的话呢 是30元两积分 大概就是15元一积分左右 所以呢 这是我个人很推荐 我自己也有在用的 三张的主力卡 提供给你参考 那第二呢 海外主力的部分呢 我推荐有四张卡片 第一张呢 是台北富邦Costco卡 台北富邦Costco卡厉害的地方呢 当然是在于 它的卡片呢 基本上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但如果你申请的是世界卡的等级 那么你就是一年要刷36万 才能够免除年费的部分 所以这点呢 大家还是要特别去注意 不然的话呢 你可以申请泰金卡 这就好了 这个海外5%回馈呢 你只要每个月的21号 下午3点 在台北富邦的APP来做登录 你就有机会呢 可以入手4%的加码 那平均一个月呢 可以刷25000元 这个呢 是还不错的 第二张的话呢 是刚刚介绍过的 HSBC旅人卡 也是我自己本身的主力卡 它呢 虽然说要年费8000元 但是呢 它有送你4趟机场接送 8趟 这个贵宾室 年费8000元的话呢 是一定要收取的 这没有办法 海外10元一礼 这一点呢 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 只要是外币交易 而且有收取交易手续费 就是一定会给你10元一礼 这个是蛮补的 第三张 我个人觉得不错的呢 是永丰银行的币备卡 这个永丰银行的币备卡呢 它的特点是什么 你只要申请电子账单 就免年费了 因为它是双币卡 所以这个双币卡的意思呢 就是你必须要 永丰银行的台币 然后还有所谓的外币账户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直接扣你账上的金额 刷台币扣台币 刷外币扣外币 需要往来达10万台币 你才能够拿到 这个海外最高有6%的回馈 这6%回馈怎么来呢 就是海外刷卡 有3%的现金回馈 无上限 那再加上这个3%的加码 这个3%的加码呢 提醒你 你要在9月1号下午3点 在永丰银行的官网里面来做登录 有登到的话呢 你就可以拿到额外的500加码 所以呢 你这500除以3% 大概这一季 你就可以刷16666元 所以这个呢 是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 第四张呢 是玉山的熊本熊信用卡 推荐你 你要办的是日元双币卡 你需要有玉山的台币账户 然后还有玉山的外币账户 也就是所谓的日币账户 他才能够申请的下来 不然的话 你只能够申请普通的卡片 这张卡片最大的特色就是 可以免除海外的刷卡交易 1.5% 这是off的部分 这是蛮好的 所以是电子账单免年费 然后日本消费的部分 就是有一%的基本海外回馈 再加上一%的日本加码 然后再加上1.5%是 这个是免手续费 然后再加上5%的指定通路加码 所以最高呢 就是有来到8.5%的回馈 所以这张卡片呢 也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 那再来呢 有一个享乐卡的卡组 也是我自己最近很常使用的 第一张呢 是美国运通的千丈白金卡 那这个大白呢 它的特色就是 美食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 那像我最常去吃的是什么 像精华 然后还有像 老爷大酒店 然后还有军月 这些都有哦 然后还有美福 我很常去这些餐厅吃 吃到都会腻了 其实这些通路 很多餐厅都是有两人五折 所以呢 这个是蛮不错的 三人的话呢 应该都是六七折 然后四人的话呢 是七五折 它的折扣数呢 基本上就是帮你省一个人 所以两个人去吃是最划算的 那五星住宿3300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 像精华 老爷 军月 他们都有配合和喜欢吃 喜欢住的人 大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那另外一个是国泰式华的世界卡 这国泰式华的世界卡也是我个人蛮推崇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国泰式华世界卡呢 它不只是只有世界卡的等级产品而已 它甚至还有一些美食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 跟米其林餐厅七五折等等 那像这个洗来灯的部分 我这个蛮喜欢的 像我上次有去吃那个成员 然后还有接下来我要去吃的这个是十二厨 这个都是我个人觉得蛮推荐的 那大家如果有这张卡片的话呢 很推荐你去吃吃看 这个宝爱很不错 然后还有这个云景也很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采日本料理 国泰式华世界卡的确提供了一些很不错的回馈 提供给你参考 行动支付的话呢 我有三张卡片是很推荐的 第一张呢是永峰Sport卡 第二是赵峰BT21 第三是华南SNY卡 那先看一下Sport卡 Sport卡之前也有介绍过了 很简单 你这个Sport卡呢 电子账单就免年费了 你要怎么拿到7%的回馈很简单 每个月请你运动七千卡路里 这七千卡路里呢 你基本上只要有手表 然后都有去健身房运动或是走路 基本上没有问题 或者是你的Apple Watch圆满画圈三个圈 一个月有十天 这样就好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Apple Pay 7%的部分呢 就是基本上的1%封点 这是无上限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1%的运动 然后每个月可以拿到50 然后再加上最后的这个5%加码 每个月可以拿到300 所以加起来呢 你大概每个月刷5000块 然后可以拿到这个350封点 所以就是7%嘛 对不对 这是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卡片 照封BT21卡的话呢 只要申请电子账单 就不用担心 年费的问题 新户呢 行动支付最高有5%回馈 那它的回馈怎么算 是1%的无上限 然后再加上新户1.5%加码 这是新户的 然后再加上行动支付2.5% 所以总共加起来 就是最高有5%的回馈 那旧户的话呢 因为你少了1.5% 所以就是只有1%加2.5 3.5%的回馈 每个月大概刷个6000块以内呢 就可以封顶了 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用的 SNY卡的话呢 也是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 这个10%审卡 请你特别注意 一定要先开户 开户之后才能办卡 行动支付10%的话很简单 就是旧户低销3000元 那新户的低销呢 是1500元 这是旧户 这是新户 每一次消费要100块钱以上 一定要超过100块钱 没有超过100块钱不行 那每个月最高可以拿300 所以你就是刷3000拿300刚刚好 最后呢 这个是超商支付的部分 超商支付的部分呢 我自己准备了 就是有四张卡片 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 台信啊购物卡 还有GoGo Rewards卡 跟星光ESG 跟HSBC的旅人卡 台信啊购物卡的话呢 这个不用讲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这个卡片 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 那尤其是最近啊 他就是取消了 这个5000元的低销 这个就没了 那你只要绑定在 这个LinePay 也有3.8% 你把它绑定在台信Pay 跟全赢家Pay里面呢 在超商所做的消费跟缴费 也是有回馈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哦 每个月呢 30303元里面呢 都可以拿到3.8%的回馈 那他会用现金的方式 回馈到你的 那个银行账户里面 非常的好 那第二张呢 也是我自己的爱用卡 就是GoGo Rewards典名卡 只要申请电子账单 就不用担心 年费的问题 在超商 然后还有某些指定的通路 比如说在 我最喜欢去的摩斯汉堡 也是有10%的回馈 每一次结账金额400的10% 他就可以拿40 每个月最多可以拿到5次 那就是200 所以你单笔消费 不要超过400元 那都可以拿到10%的回馈 可以直接刷卡 或者直接绑定支付 都通都算 这个台湾的认列 倒是蛮佛心的 他的点数呢 有三个月的效期 所以呢 你一定要在三个月之内呢 有做消费 然后点数进去 就可以再延迟 总共就是90天啦 所以呢 请你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再来呢 星光的ESG银行白金卡呢 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其他行动支付有5%回馈 最重要的就是买FamiPay 拿来缴税费的部分 是有机会有的 那这一点呢 请大家还要再稍等一下 这个5%回馈呢 你每个月可以刷4000元 就每个月200 那你就可以试试看 那最后的话呢 也是我个人不偿私 觉得很棒的 就是旅人卡 你把它绑定在全赢加配里面 在超商主座的消费跟奖费 也是有回馈 以上呢 就是我这一次 个人的不偿私分享 希望这些卡组呢 对你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看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下面呢 也有很多的办卡连结哦 欢迎你一起来上车 办卡 撸卡 赚好看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集的节目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 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如何利用信用卡来省钱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